很多人说女人怀孕就过上了皇后娘娘的生活,全家人围着孕妈转,天天不是吃鸡就是吃鱼,什么有营养就给孕妈做什么吃,但是孕妈自己却觉得孕妻就是在受罪,自己想吃的不能吃,自己想做的不准做,还要承受孕妻各种不适,比如孕兔,尿瓶,吃骨头,水肿,甚至有的孕妈还发现自己越来越丑, 很多宝妈回想起孕妻生活,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,但是,你知道吗,怀孕虽然很辛苦,对女性而言却有这五大好处,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女性,是很恶意怀而开的,原来生孩子对妈妈身体有五大好处,孕妻受的那些罪也算值了,一,统经症状缓解了,女人怀孕的十个月和哺乳期的前几个月,大姨妈都不会来, 这对于女性来说,真是很难得的幸福,尤其是有痛经症状的女性,更是感觉特别爽,而且很多妈妈反应,在生完孩子后痛经症状就减轻了,有的妈妈甚至再也感受不到痛经了,虽然这个没有科学研究证明,但确实是有些宝妈能感觉到的事实, 二,苦苦变得更坚固,具有观研究表明,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,没生过宝宝的女性出现骨折的风险,会比生育过的女性高出44%, 而每多生育多过一次的女性,就会降低9%的苦苦苦者概率,只是女性在怀孕过程中,影响到苦苦的支持结构,无形中加强了孕妈的苦苦支撑能力。 三,较低化癌的几率,相关研究显示,怀孕可以产生一种能够抵抗暖潮癌的抗体,而这个抗体可以阻止暖潮癌的发生,而且怀孕的次数越多,这种效果就越显著。 此外,还有研究发现母乳雷亚超过三个月的妈妈,化癌的几率也会相对减少。 四,推迟更年期的到来,女性身体内的卵子数量其实是不定的,排出一个就减少了一个,而女性怀孕以及哺乳期内,犹豫激素的作用,漫潮会暂停排卵,这段时间可减少一到二十个卵子的排出,因此生育过的妈妈也就相应地推迟了更年期的到来。 五,享受幸福的感觉。 当直到自己怀孕后,月妈无疑不感到神奇而又激动的,随着胎儿一天前的长大,即将为人母的喜悦之情易于言表,脑泪也因此会分泌一种因为多巴胺的荷尔蒙,而使月妈的幸福感由然而生。 在这种感觉的作用下,月妈为了胎儿的健康成长,愿意改变自己以前的一些生活饮食习惯,什么对胎儿好就都吃都做,对胎儿不好的坚决不吃不做。 现在知道了怀孕生孩子的这些好处,月妈是不是心情也特别轻松,感觉特别幸福呢,所以好好地摸着你的肚子,对你的宝宝说声,宝宝,妈妈爱你,住,图片来自网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